我大概坚持了200多天了 然后每天都是基本上10点钟就睡了 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我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 生了一场病 然后差点休学了 然后在家休养一段时间 医生说不可以熬夜 但是我又觉得熬夜 就不熬夜特别的难 然后就在网上开始打卡了 没有想到就是大家还挺关注的 我就越来越有动力 然后同时还可以给很多那些熬夜党 带来鼓励和支持嘛 然后后期我们建立了一个早睡群 然后大家一起打卡 互相鼓励 有一部分人可能他会对比他们之前说 凌晨三四点 他们可能说提前了一点 提前了半个钟啊 我都觉得这是我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所在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跟我初中一样 是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好 以前我觉得早睡早起 让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精神器跟活力这一方面 皮肤没有那么蜡黄了 会稍微变亮一点 然后黑眼圈会变淡一点 每天就是活力满满 然后我的心情会好很多 会更热爱生活一点 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够坚持下来